第二次代的小镇 在平原地区 但是在山脚下的 那个整个的感觉 就是很放松的一种感觉 到了这儿的话呢 就有一种 让你紧张出来的一种感觉 生活在他乡 行走在路上 分享我看到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麦子以色列 咱们又见面了 这里是索列尔 它在马略卡岛的西北方 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城 看上去不精致 但是是传统菜 分量好大 这个是羊煎肉 还是羊薄肉 配蔬菜 能看出来这是个人形吗 都林果汁部 不要咬我 不要咬我 视频里看到的教堂 是小镇的主教堂 叫圣巴多罗马教堂 现在看到的这一部分呢 是13世纪的建筑 但教堂正前方这一部分 还有内部都是由高地的追随者设计的 和巴塞罗那高地设计的家教堂一样 都是非常典型的加泰隆纳现代主义建筑风格 能看出来这是个人形吗 都林果汁部 说的是当时耶稣死去以后包裹起来作为果汁部 据说是真实的 是收藏在意大利都林的 上面会有耶稣印下来的一个耶稣的肖像 真实性呢 一直存在争议 但是很多教派 他们是真的觉得这是个真实的东西的 小镇的街道极其宅小 以至于我们进城的时候 一度怀疑我们是否走错了街道 走到了郊区的某处 这个小城是城之树出名的 这个城子是他们说是从16世纪的时候 从印度飘洋过海走石头之路到的这儿 然后就在这儿大面积的种植 因为这个气候非常适合 他们的经济在以前也是靠这个城子 到今天为止我们昨天开车路上 全部经过的都是这种城之园 这边算是它的比较新的城区了 街道已经很宽了 昨天我们真的从近他们城市开始 都是特别特别宅小 特别宅小的街道 我们都有点觉得好恐怖啊 不敢开啊 应该是个学校吧 教堂的学校之类的 刚才应该在睡觉 他现在看见我们就过来了 刚才在睡觉 Hello Hello 不要咬我 摸摸摸摸 不要咬我 摸摸你吧 不要咬我 摸摸 好害怕你咬我 摸摸摸摸 好乖 那他现在去老单那打招呼去了 刚才他在睡觉 为什么摸着热气的鼻子 为了一根草 刚才原来是在睡觉呀 我还以为他生病了什么的 原来人家在睡觉 看到老式餐厅 服务员都是男士的 然后 汤也是要送过来给你夹到碗里的 这种形式的餐厅 算是 在欧洲来说 算是比较老式的了 现在新型餐厅很多都不这么做了 那是菜汤 但感觉好像是有用肉铜炒出来的感觉 静孝镇一过来就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用谷歌导航 然后他就让我们绕着城市转 好大一圈 而且那些路都非常或是很窄 特路包括城市中间 包括新城 就除了下那种国道是大的路 其他都是很窄的路 有些地方我看还是双形的 但是只能塞下一辆车我都不明白 这样怎么过 要是两辆车碰到头以后 有一辆车估计要一直到到街尾 然后才能够再过去了 但依然来说他这个地方 一过来他都觉得这边的人就比较 这边的人和其他的 我们去过的岛上的人都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城市是在被大山环绕的 只有一面是朝向大海 然后前的话主要就是和法国做生意 直接从船出港出法国做生意 因为这边的山都是八九百米甚至一千米高 那个山还是很陡峭的 在过去的时候 过去是交通 是非常困难的 好像他们说是这个城市 在以前就是完全自己独立的 跟内地本岛的人接触的 反而多 反而是跟外边的人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 他们就给人一种有点那种 比较彪悍的感觉 好像刚到就有点这种感觉 而且不像其他地方似的 昨天有人待的小镇 在平原地区 但是在三角下的 那个整个的感觉 就是很放松的一种感觉 到了这儿的话呢 就有一种让你紧张起来的一种感觉 历史背景 文化背景 就沉淀下来 每个城市你过去都能感受到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那种感受 不一样的心情 因为老当在外边跟朋友讲电话 他的汤都还没喝 害怕凉了 就给他照起来了 拿杯子 好贴心 刚才还说人家飙烂 其实人家很热心的 这个菜呢 都是传统式的当地的菜 这个是鱼 当地Solaire这个城市的做法 鱼是用西红柿 然后里边也有加那个葡萄干 做出来的 看上去不精致 但是是传统菜 分量好大 这个是羊煎肉还是羊薄肉 配蔬菜 也是好大一分 在Solaire我们并没有感觉到 度假的轻松 所以第二天就离开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期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的 夫纳鲁奇小城吧